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世界各地的疫情已经即将进入了尾声 所以老师说3月份的时候 大家都会看到疫苗疯狂打的速度 会更加的迅速跟确实 所以说美国虽然很多人就说 知道他现在经济危机 或是在其他地方 会有产生的很多债务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 他还是会往上去走 这些政治的精英还是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些事情 但是变的方法会有一些 一个周转闪躲的空间 这是一个很重要 好吗 好 我各位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继续下去 接下来我们谈谈世界的局势 现在整体的国际局势 大概还在老师之前预测大方向的预测范围之内 暂时还没有被打脸 怎么说呢 美国现在仍然是希望联合盟友的力量 来围堵中国的兴起 希望全部的人你都不要跟中国好 你们不要尽量不要跟中国做生意 但是美国还是做一样的事情 什么 拜登自己在除夕业的时候 跟习近平万恶的共产党的头子 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对话 这些所谓有建设性的 当然不外是美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然后维持世界第一的优势 所以这样的策略只有老师看得出来了吗 因为老师之前就讲过了 只要拜登上来一定是做好 大家去联合起来说要围堵中国 然后拜登自己会跟中国谈其他事情 各位你记得吗 老师在好像在11月 去年11月的时候就有谈过这件事情 拜登上来之后必然会做这件事情 刚刚好他会做这 现在也做了 也不出意料之外 但是这件事情是只有老师看得出来吗 没有 然后老师只是因为老师做频道 老师讲出来 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这件事情了 怎么样美国所有盟友都已经看的 把拜登看得透透的了 你美国只是想保持自己的优势 然后要其他人只趴在你的脚边 给你祈求一点恩典 大家都知道 只是大家都不说破 这个表面上的和谐就像打桥牌 打普克牌一样 你表面大家的耳鱼我扎 但是你排面底下到底是谁知道谁是谁的 这个就很难讲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知道的白色联盟 除了澳洲一开始就跟中国说哈了 我就是要跟你干到底 这个太早说哈了 对不对 你别人不说哈 你自己说哈 我真的觉得莫里森真的是 怎么讲 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一个男人 你知道吗 他这是没有去说哈 现在澳洲其实日子还照过 反正他们就是做这些生意的 结果他们日子还是很稳定 没有必要现在到处去找新的生意 那很辛苦的 所以说现在澳洲的盘面没办法收拾之外 基本上其他国家 都只在美国呼吁一下的时候 大家出来配合的骂个中国一两声 现在能够拉出中国来骂的 大概都是维吾尔族的问题 而实际上这在新疆也只有少部分的问题 很多没有去过中国 或是不了解中国的人 真的都会认为新疆都是一大片 草原沙漠 然后是住在新疆的人 都是住在帐篷里面 吃着羊肉 然后跑着马 然后共产党就开了坦克过来 把你们碾压一下 真的是没有去过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 比如说这前几天老师讲个笑话 但是实际上遇到了笑话 老师去一个社团了 当时我们再交流一下我们练的功夫 就一个老师夫 就一个不能算老师傅 一个中年师傅就说 你看我们现在练这些功夫 你看中国就有个叫做马保国 对不对 闪电五连鞭 是不是 闪电五连鞭 他最后被中国封杀了 中国封杀为什么呢 大家在问说 对啊为什么会被封杀 他不是很有效果吗 他不是正要出来做娱乐性的节目吗 结果那些人就说 那是因为怎么样呢 因为马保国比习近平更强新闻 所以说习近平要把马保国给封杀 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想法 有没有很奇怪 马保国他被封杀的原因 那是因为他现在要去炒作这些新闻 过头了 失控了 大家都把他变成一个信仰了 那就是不是说信仰 就是一个很过头的一个乐子 然后他自己趁着这个流量来做一些 比如拍电影还是干嘛的 这个对中国的政策来讲是不符合的 所以他就把他封杀了 我不批评中国的政策对或不对 那是中国的事情 我是中华民国 我们不一样 但是台湾的百姓会认为 这是因为马保国红过于习近平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看法 但是他们讲的义正言辞 一点都没有笑出来的感觉 因为老师当时在坐在旁边 我还以为他在讲笑话 没有 他是认真的你知道吗 他是认真的 其他人还以为是 比如说这什么喜洋洋太红 那是因为触犯到什么中共底线 喜洋洋比受到共产党还要崇拜 他们也不行 不是 喜洋洋被禁的原因事业 有个小朋友真的把他自己的朋友 放在树上又火烧了 说他被禁播5年 但是台湾人认为 这跟共产党一定有关系 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不能说是 不能怪是什么 那些 比如说是其他信仰国家对中国不了解 就算是同温同种的 有时候他们还是相信自己所相信的话 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除了维吾尔族或新疆棉花是不是红色的问题之外 这些国家没有去关心包含叙利亚 这些由欧美国家联军所制造出来的 数百万个难民 比起来到现在还有100万多 100多万个难民 游走在荒天曼草之中 在沙漠之中依不蔽体 小孩子一个一个的饿死 为什么没有国家想要管他们 而这些难民的制造 就是因为美国跟其他欧盟的联军把叙利亚炸的不成样子 介入他们的国家 原本 伊拉克原本叙利亚都是安和勒利 复苏的强国 但是却被介入之后有这样的下场 介入之后拍拍屁股走了 没有人去跟叙利亚的百姓跟伊拉克百姓 去讲什么叫做民主自由跟博爱 人权在他们那边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美国能去养他们吗 没有 但是却告诉你 你要为了自由民主而战 战什么 你把我国家炸了之后 你再拍屁股跑掉 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说到这个外交就是这样 永远不要相信这些政治人物跟你讲的一些冠冕堂荒的道理 能够相信的就只有你双手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这个是最能够信任的东西好吗 那么所以说我们刚看到 除了虚拟问题之外 其实基本上都没有无助心中的状态 那么现在疫情即将结束的时候 如何把握跟中国的关系 谁就能由中国所带领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贸易关系 少取得了一个门票 而这个一带一路的里面的关系里面 里面蕴藏的含金量 是让欧美这些受到疫情 而经济大衰退的国家 有重启他们经济动能的一个很大的关键 中国绝对不是绝对的必要的存在 但是有中国对他们来讲 那是恢复的比较快 各位先不要错估了 中国他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力 他虽然有影响力 但是对任何国家来讲 这是对澳洲来讲 他都不是绝对跟必要的存在 他只是一个有他很好 但是没他也不会过不下去的存在 这是目前的状况 但是未来就不一定了 未来为什么 因为一带一路 还包含了各种asset的状况 这个就不一定了 而美国 我们从我讲过来讲到美国 美国在进入大撒币的模式之后 美国国内的经济动能 以及国家财力的掌握度 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来能够慢慢恢复他的元气 那么在这个时候 西瓜自然会靠大边 对于中国的谈判 也许会越来越有的进度 讲的不是美国 而是其他欧盟国家 未来愁中越深的国家 他的国力的衰退速度就会越快 为什么 因为中国能给你的营养 是绝对比你自己想办法所能得到的 还要来着好 为什么 这个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老师自己是华人的关系吗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关系吗 当然不是 对老师看这些事情是不带个人的看法 主要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的风气 一直逐渐走向个人主义的时候 这个国家进步的速度 将会快速的锐减 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疫情 对不对 疫情你只注重自己 别人有戴口罩就好 那我就不用戴 个人主义为至上的时候 那么请问一下你这疫情要怎么控制住 这是不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 当每一个人只顾自己的时候 自己好不好的时候 他就是踩着别人往上爬 那么你国家整体的结构性就会变弱了 所以说当在这个状况之下 个人主义状况之下 他相对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当国家的民族意识 都集中在大一统的国家前景之上 那么这个国家就优先有了成长的动能 这个是很确定的 比如说什么 这次的央视的春晚 他们就特别去强调 应该是每年都强调 每年都强调这些事情 老师看开给我们让猫出去 像这次春晚 他非常强调的国家的认同度 其实春晚这次算是一个大内宣的 但是他们的表演真的是很好看 那么回到主题 所以说这个国家有了成长动能之外 再加上已经发展成功的国家 例如美国 这些已经发展成功的 美国世界第一 我们当然说他已经成功了 他把自己的地位放在过高 甚至是唯一的制高点的时候 他的衰败必然是可预期的 无论是被中国 被日本 甚至被俄罗斯 就算说到以后 就算被印度所取代 美国都被齐败这些事情 都不会有太意外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必然性 为什么 因为奸则毁 锐则错 凡事物及必有反之 这是一个千古不移的定论 就像任何一个国家的强权盛世皇帝之后 强权领导之后 后面迎来大部分都是衰败的弱君 这是比较弱势的君主 为什么 因为你前代太强了 比如说乾隆之后的家庆 就是一个弱君 弱君之后就会有昏君 就会有昏君 比如说慈禧太后就算是昏君 所以从古至今 无论是玛雅帝国 雅典斯巴达 甚至是希腊还有大英帝国 甚至是中国的封建王朝 都是历历在目 这是一个绝对的历史的一个轨迹 之前我们谈到大清朝 他在乾隆年间 其实是综合国力是超过英国的 但后来英国工业革命 后来居上打败了大清朝 但后来美国又干掉了英国 接下来就引到了轮回来的中国 也不意外 中国的强人政治到了习近平手上 已经是继邓小平之后 没有人可以比他更加集权的时代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事情 而这样的强人下一个接棒的领导人 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以目前习近平他的状态来看 大概六七年之后 中国还是必须换一个新的领导人 而按照老师对于过去推背图 对中国的朝代的解析 这个将会在习近平后三任内的领导者 中共的领导阶层将会面临到重大的危险 也就是推背图第41项 中国的改朝换代 共产党的灭亡 这个有兴趣的 在老师的频道里面 推背图第41项 还是第42项 我有点忘了 可以去看一看 我知道推背图我会更新好吗 回到主题 在这个时候 中国目前针对美国的态度 就是正面跟你谈 但是后面给你围的两手策略 很多人会以为现在是美国在罗兹天罗地网 要把中国进行的大规模的围堵 来完成美国至上的主义 但实际上这个状况应该是要反过来看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现在的策略都是走过去美国的老路 以协商来进行非正式的同盟连线 这是一个比较老式的外交手法 这是过去在冷战时期的时候 美苏的对阵的时候 常常用的这种老式的外交手法 不能说他没用 他还是有他的一个规律可以运行 但还是ok 但是这个方法无论是特朗普或是拜登 他们都很希望能够在这个手段上面 这个模式上面可以获得外交的成功 但是美国有没有人发现这个模式有问题的 是有 那个叫做欧巴马 欧巴马是唯一看破这个问题的人 所以是说欧巴马在最外交上面 他不相信任何的人嘴巴讲的承诺 为什么 因为外交跟政治就是我前面跟你讲的 我后面都可以不认 看特朗普就知道 对不对 他只相信白纸黑纸 然后大家把合约签下来 来进行各项外交的策略 例如TPP 也当自己是欧巴马政府来开始做建立的 而中国就承接这个精神 所有外交手段 中国在这几年非常明白 通常都是前面跟你握握手 这些列强在后面给你下毒手 中国外长不断的出访 有时候被接待 有时候被洗脸 有时候给你软钉子碰 有时候在那边给你惹藏热讽 什么都给你都会遇到了 只要前面就算讲的再好 前脚一离开 后面蓬佩奥过去给你搞一下 大家又要翻脸 所以说这对中国来说 已经是特朗普给中国的教育训练了 而且长达三年的教育训练 所以中国的手段现在走向反包围网 尽量的迎合的欧盟的特性 什么事我都给你打合约 这就跟很合德国这种比较理性的国家的一些概念 所以说产生了中欧投资协定 而RCEP就是他的家底 一带一路就变成中国的筹码 中国现在可以拿出来的 就是一片毫无阻碍的贸易商路 只要你符合规定 大家谈一下OK白纸黑字写下来 那么你的货品跟你的服务 在这一带一路跟RCEP之下 你就可以完全的畅行无阻 总共加起来 当然中国的国力是完全没办法跟美国比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现实 中国的综合国力跟美国是没得比的 没得比的 但是RCEP的所有国力比起来 对不起 美国你还得让个边 这就是团结力量大 应该这么讲 所以说他这样 只要透过中国首肯之后 后面你就可以整合到了东学十国 东学十国在过去欧洲真的有办法全部个别谈好吗 那也是没办法 也谈起来很累 有时候这两边他们跟关系不好 又得打掉重裂 但是现在只要透过中国去领头起来的RCEP 甚至是其他的中国投资协议 那么中国的一些贸易口岸 将会为这一些的原来在远债欧洲的人 然后透过这些比如说内陆运火运 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好处 享受到他的一些资本利得 这个合约的美味程度 远比美国能够提供的还来的香 而美国能够提供的其他国家跟他盟友什么东西 一直以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美国之所以能够让别人听话 有两个道理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美元霸权 第二个就是美国的消费力 所以说像台湾以前我们的台湾的老一辈的 他们就提了一卡皮箱 一句英文也不会讲 就只会说yes跟no 就提了皮箱冲到美国去 一家一家的拜访 一家一家的推销 造就了台湾的贸易王国 生产经济奇迹 这个是台湾人的策略 也是代表了美国那个时候 谁跟美国人搭上线 或是跟阿拉伯人搭上线 你的钱就是赚不完 那个咔嚷咔嚷的掉下来零件声音 都是收银机轻轻轻轻的声音 所以说那个时候美国就是这么好 但是这个美国能够给大家的 最能够香的除了美元之外 就是他的消费力 这个购买力是建筑在哪里 是建筑在美国人他提前消费的基础上 把未来可能赚到的钱 我提前先使用 然后后面再想办法把它补回来 那我后面如果失业了 那就会出问题 就会断裂 说刺激房贷已经曝露出美国 你本身经济体制上已经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存在 但是美国有没有试图修复这个问题 是不能够修复的 这些精英都知道 比如说桑德斯 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 但是无法修复 为什么 因为你修复这个问题 等于必须跟美国的资本家 甚至连准会来作对 这件事情真的能够做到吗 做不到 所以说只能让他继续来下去 谁知道 刺激房贷解决了 后面遇到了一个新冠疫情 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美国东西我们再换一个形容词来形容 美国之前的的确富饶的数十年 从70年代开始 60年代到70年代 这个发达的程度真是令人炸蛇 这个状况就像什么 我们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就像什么 年轻人第一次办信用卡 随便办随便都可以下来 而且你只要缴款正常 你不用提什么收入证明 银行都会把你的信用额度 直接一直不断的提高 一个大学刚毕业的 居然会有20万 10万到20万的信用额度 老师都没有这么高 对不对 老师是在他们的银行看法里面 老师是一个无业游民 所以就没有 虽然我每个月都有第7收入 但是没办法 给年轻人都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他未来还有努力的空间 他会为了还债 去赚更多的钱 那么银行的收入当然就更高 所以说银行把信用提高之外 就是让年轻人做什么 你买的安心 花的愉快 不够钱缴没关系 买东西让你分期缴之外 你不够钱缴 再把你的账单再分期一次 你看有没有很棒 对不对 你买东西都分期了 结账的账单还可以再分期一次 等于说又走了刺激房贷 那种不断包装的路线 这种事情一次两次你没感觉 5年10年你开始觉得有点压力 到了后面 当你预先消费成为的习惯 债务的利滚利 就让你债也喘不过气 美国70年代到80年代的经济爆发时代 就像这种第一次持有卡的年轻人 而现代这些人已经老了 他们退下来 但是后面的新生贷在接上去的时候 却承接了之前的债务 为什么 因为提早得到这个习惯 那么这些年轻人到了现在已经 美国这个年轻人现在迈入了壮年期 有经验 有拳头 口袋也有钱 但是基本上 美国人 然后美国这个国家把你人画的话 这个美国人壮年了 你口袋有钱了 但是你口袋里面的钱只是还没到齐账单 所留下钱在你口袋里面 美国政府的国债负债比 以及让美国大部分的专家学者 看了都有很大的危机感 都不知道用尽任何一切办法都想不出来 你要怎么还这些钱 1.9兆的美元 你说硬就硬 请问你要拿什么样的税收来收回这1.9兆 没有 先傻了再说 为什么 你现在不发钱 经济就完蛋 但你现在发了钱 以后大概率的也完蛋 以债养债 饮症止渴的行动 这个政府的运作模式 中华民族在唐朝的时候 就已经经历过了 大家都做过了 在这种一个虚晃的盛事 唐朝这个虚晃的盛事 底下的官员 上至皇帝下至官员 很多高官他甚至连长安的一套房 你都买不起 你要连米都没有 你纯的米只是为了药 未来可以买房 米跟钱差不多了 所以说这个虚晃的盛事 造成长朝后来败亡的因子债 这就是历史的轨迹 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 他还没有学会这个历史教训而已 而在这种事情上面 美国现在因为疫情所遇到的 就是人才跟地缘政治的板块在位移 比如说加州 加州他们是一个很富有的国家 但是经历过了一个新冠疫情的洗礼 现在可以说是科技业开始习惯了 在家工作 似乎也能够把工作做好 很多科技人省去了交通跟通期的时间 我好像不一定一定要在加州上生活 我也可以把工作做好 我这是一个coding 我就是一个研发 我似乎也可以做好 有些人甚至他不是最核心的一些工程人员 他甚至可以搬离的矽谷 在其他地方 比如说德州 去其他都去生活 然后依然在家工作 而矽谷的高房价与高物价 原本就是让一般去矽谷上班的一些 中低阶层的人 去矽谷上班的不见得都是日经斗经的 好吗 有些都是只是一般的上班阶层 他们还是有一般的社会服务 但同样的收入 如果我可以搬离矽谷 那么就算是收入变少一点 比如说搬到德州去 那么我现在住的房子 不只可以换大一倍 甚至你所有的生活都会轻松很多 就算下降了 我还是比在矽谷轻松 而我的工作还可以继续维持 就算给我降低也是一样 所以看到这个问题的 不是只有老师 也不是只有这些矽谷人 包含了特斯拉的首领 伊隆马斯克 他们就把他们的特斯拉工厂 移到了德州去 为什么 因为人工更便宜 但是工人水准 虽然也是有下降一点 但是也没有下降很多 但整体来讲 他营运的成本更低了 而且他整体的效能也可以做提升 因为他单地政府给他税收的优惠 因为他们是联邦政府 每个州每个州的概念是分开的 那么这对原本的政治的税收 以及生活的形态 以及整体运营的模式 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变化 除了政治生态之外 未来 比如像我们所知道的 现在一个破落都市 叫什么底特律 这些很旧的前工业都市 以前很发达的一个城市 未来他有没有机会再发达起来 这都很难说 为什么 因为当你工作形态改变了 似乎不一定只能集中在那几个州的时候 那么这些古老的都市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而同样的欧洲跟中国也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 中国的科技大厂996的工作模式 如果在未来5G甚至6G的一个助攻之下 未来会不会移回员工的家中去工作 进行更深层的就业的模式改变 996很辛苦 但是如果在家里还能够接受一点 为什么?因为我还是这么长 但是我省去了通勤的时间 这不是很美妙吗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 如果进行了更深层的就业模式的改变 那么除了营销部门 或是一些需要劳动力所进行的 未来是否有一些的工作 比如说内勤文书或是其他的 可以在线上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都转为云端办公 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如果这一层中国挑战过了 那么中国整体百姓的均富就可以有实现的契机 为什么? 如同美国一样 当你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 但是居住的成本降低了 物价也降低了 对于中国各省的经济成长 才会是真正的提升 而不是只有沿海都市 甚至深户广的打工人 你才有争取工作的机会 比如说我们来讲好了 讲个比较简单一点 比如说你现在住在香港 你有香港的收入 但是你住的房子只要有屏东的地价 或是云林的地价 台湾云林 台南的地价 你居住成本基本上打三折 然后你房子大三倍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你居住的品质提升三倍 房子也大三倍 那你所有物资也是打折很多 然后你收入还维持 你觉得这样日子会不会过得更好 如果这样日子会过得更好 这个社会的均富才会达成 这个达成就必须基于再次说 未来哪一个国家 无论是中华民国 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好不好 我们不同的国家 好吗 内战阶段 有本事不服你打过来 没打过来之前 对不起 我是两个国家 好吗 谁先达到了 可以在云端办公 哪边的地价就可以收到稳定 到哪边的地价跟百姓的生活 可以降低的时候 这个国家成功率就高 美国也是这样 为什么美国他的工业 已经没有办法跟中国抗衡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的人工是中国的六倍 你过得再滋润 你也没有办法去拒绝是说 比原来你的成本只要降低50%以上 那么你会不会选择一场 所以说美国的工作机会 在这个状况之下 就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未来只要美国能够走回云端 走回到了家中办公 变成一个常态 除了蓝领阶级之外的 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么美国的富强还是可以在一起的 好吧